小长 班农先生 郑月威 社长 社长 在这边毕业典礼 校长有一点点小小的觊语 五色创办至今 凝结了许多人的心血 作为社长 也看到大家从一个个的舞台 看到你们的蜕变和成长 希望今晚的总决赛舞台 你们每一个人都开着 跳得开心 跳得尽兴 用自己最好的作品 给这段旅程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加油吧女孩们 今晚你们是最闪亮的星星 所有彭学长 他们的Battle大秀 您还满意吗 进入状态了吗 打开了吗 有 有 有 必须的 我知道他们平常的感情都非常好 可是今天是总决赛了 大家必须尊重这个舞台 还有尊重这个赛事 还有尊重这好不容易走过来这几个月 今天必须拼尽全力 那我还是准备了两封 我自己写了名字 然后有签名的一些毕业机遇给你们 这一路走来不容易 那仍我这边花一点时间 读给大家听 好吗 谢谢 我先念语宾的吧 莫迪考核双语组合的姐妹同心 让人耳目一心 而面对着各种不一样 各自不一样的结果 你所做出的勇敢抉择 都让我们刮目相看 一路走来 你的每一个舞台都稳扎稳打 虽然姐妹淘汰的时候 你哭得稀里哗啦 但是在毕业典礼的舞台上 你仍旧拼尽全力 让双语组合 重新绽放出曾经的光滑 愿你永远珍惜这份难得的姐妹真情 恭喜毕业 大力 在武社的这几个月里面 大家亲切地称呼你为大力老师 你总能让身边的队友感到无比的安心 反复有你在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第一次拯救队友的舞台 你因为队友要离开 情绪崩溃 还有这一招啊 别来这一招啊 是啊 更让我们看到了你们之间的姐妹情深 今天你要从武社毕业啦 武社将永远记得舞台上 爆发能量 情绪饱满 每次作品都用小巧思 给大家惊喜的大力 恭喜毕业 谢谢 这两支真的超难的 我先说一下 就是这个君心和这个威尔这边吧 一开始我们就 因为一开始听到两个 你们两个抽一组的时候 我跟菲菲老师就想 哇 这两个style差太多 怎么大呀 就后来一开始出现 挺聪明的 各跳各的 然后就最后融合的时候 稍微可惜一点 感觉菲菲瓶瘦了很多 体力好像稍微有点不支 就稍微可惜了一点 不过很有巧思 就这两个人融合在一起 是不容易的 好 另外这边 这个Urban这边 难度是高的 然后这个 一直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可能因为 我觉得可能对你们的这种舞来说 那个情感的传达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不知道从你们上一次 在那个打手机的那一次 开始就会一直给我某种 你们可能不紧张 可是我看了 我会觉得有种小心翼翼 不知道是脑袋是在想动作呢 还是在想什么呢 所以那个情感没有办法是 我觉得 如果我猜 就是你要传达 需要注意传达情感的时候 你脑袋里面大概不能想动作 你只能完全只想着情绪 可是当你开始分神想动作 你的情绪其实就只在 你的气场只在自己身边了 就传达不出来了 这是我一点小建议 毛宁你是舞社的 Girl Power的代表 出界面的时候 你展露了一身肌肉线条 让大家记住了那个在 性感和硬朗之间随意切换的 萨爽女孩 你很好的诠释了 了不起舞社创办的初衷 展现了女性力量 让大家看到女舞者 也能展现出 不输男舞者的爆发力和能量 练舞时你是团队的心理保障 舞台上你是大家的发言担当 感谢你为舞社增添的每一道光芒 恭喜毕业 这些到时候都会希望你们带回去留念 书亦 我想我们舞社里面如果有一个 这个最最最 最坎坷的这个奖的话 要给书亦 书亦每次最不想做什么事情 就落到他头上 然后他一路过关斩将 非常神奇他的命运 好的书亦 初见面时你优雅的舞姿和气质 让人印象深刻 大家都说你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透过这双眼 我们看到了你对舞蹈的热爱 你敢于尝试的勇气 还有你面对挑战的坚韧 你是舞社里唯一一位 经历过两次生死义务的队员 我都不想 我不知道你怎么扛过来了 特别厉害 你凭借着对这个舞台的强烈渴望 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能量 蜕变后的你 前途无量 没有 我回想我们这个赛制 第一次出现生死义务的时候 真的是大家真的 吓坏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我记得每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他们 虽然都做得非常完美 可是脑袋里面都 其实是非常战战兢兢 没有自信的 可是今天舞斯这个表演 已经完全进入另外一个状态了 特别好 帅 我觉得我收获的比我付出的多 比我想象的要收获 比我想象的多很多 然后大家因为知道我在过程中 我们有一些不可抗力的外力 所以大家表现出来了 不管在技术上 你的外在上 或是内心素质上 都超过我原本的预期 我觉得你们大家也应该很骄傲 自己都做到了这件事情 最后能够站在这个台上 在毕业典礼上 你们都是最了不起的 好棒 好棒